為何身為前社署主任,令被告成為? 算是因為他做工程師的老公 事源章主任五年前退休,發現自己有性病 老公又有婚外情,上日送名貴東西給兒奶 還敢帶他出席家庭聚會 章主任於是不斷錄卡買東西,麻醉自己,令周生債 他們86年時買入當時值49.5千元的柴灣新翠花園單位 恐慌估計單位直至去年只值有700萬 老公曾經按了單位,借了150萬自己代謝 去年老公退休,拿了600萬退休金和長逢 還說要跟主任斬攬,說明一分一毫都不會給他 但主任欠人周生債 最後在中介公司和律師行梳擺下 沒有老公簽名,按樓借380萬 但購買手續費只是實收61萬 最終老公向廉署舉報,主任去年11月被捕 並且承認欺詐罪 辯方求情說主任人工一直高過老公,所以獨力供流 老公的種種行為,令主任羞愧又悲憤 覺得自己被挑釁,才會犯案已經心感後悔 律師特別提到,涉案的授權書有專業人士寫 去律師行搞手續時,又有法律文言見證 單案並非單憑主任一個人造成 法官說明白主任因為婚姻問題才會犯案 但覺得他應該尊重當初和老公亂名持有單位的協議 決定將他還押至今月14日歡迎 請 след 請 谢谢大家